而中國官方的明天將會在北京 為前領導人江澤民舉行追逗大會 那麼根據新島網報導 江澤民的遺體在今天就會火化 那麼從微博傳出的照片上面 是可以看到八寶山火灶場 是有大量的巴士跟黑衣民眾聚集 雖然官方事前並沒有公布火葬的細節 但是外界認為江澤民的遺體 將從目前停放的解放軍總醫院 移送到八寶山火化 北京當局昨天也宣布了 八寶山火葬場的周邊地區 全部進行交通管制 那麼地鐵在八寶山的前後三個站 都會過站不停